日月潭干巴巴一片 岸边裸露土石成了一片青青草原 水情吃紧 南部减压供水 中部公武停而限水 但北部却不用 因此现在就有台中网友不满 在低卡上发文 要大家共体时间 女网友表示台北 新北和基隆都没有限水 北水南调也只进行到新竹 停水先停中部 却定先烧中火 认为中部地区被视为次等公民 希望全台要共体时间 但北部人却不以为然 你就是要下这边 我们也没办法 他们的太阳也喷给我们一些 而网友回应更是不留情面 直呼淡水一直下雨 身体都快发霉了 群水也要我共体时间 甚至也有网友怒哄 台北基隆下雨下到快得 忧郁症时 也没看到人空出来要共体时间 基隆和宜兰一年两百天雨 散我撑 雨我淋水你用 有本事就把乌云拿走 借你一个月都不用还 每一间房间有一台 所以说是家里面是有三台 差不多都是一桶到一桶半的 打开储石机水桶 随时都是满满满 储石机一开 适度直接显示80% 呼吸就像在喝水 甚至有基隆民众抱怨 每天储石机都要到五桶 什么叫缺水 教我还不一定会险 此文一出 不少中南部网友都好呈现 但基隆人却是有苦说不出 每天下雨下到忧郁 对比鲜水仙道发荒 同个国家水情却两样情 也意外掀起了南北网友论战 记得逐电二招配与基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